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整个香港旅游业的推动和安排 其实政府有一个地方是负责处理的 就是香港旅游发展局 现在的主席是哪位呢?Peter Lam 大家应该都认识的 这里他也有说过整个旅游业 过去和将来指望的情况 我们也是一个首屈一指的旅游城市之一 中华区也排行第二 是一个很出色的旅游区 过去十年旅客的数字 绝对是有增长的 整个旅游业 总数8月份是有五百万 五百万是什么时候?是17年 去到16年也是五百万 其实总数只是8月份 是差不多的 是一个月五百万 所以大家也知道 其实每个月平均都有五百万人次的 仿港人数在一个月里面 接下来看看这个数字 这一行的数字 就是由一月份到八月份 16年的总数有三千七百万 我说是由一月到八月 三千八百万是17年的 多了 所以整体上你看到旅游业的发展 和旅客的数字 在过去那几年一直都在上升 首天的数目 看看两行数字 红色的两行 一行就是说酒店的数字 另一行就是酒店的房间数目 我想先说一下酒店的数字 这个酒店的数字 说明只有二百多间 你看到2012年有211间 去到17年就已经增长到271间 这个数字只是根据 它正式在政府里面注册 是做了一个叫做酒店的房间 是登记了 这样才承认一个叫做酒店的数字 在酒店的架构里面 还有一些叫做宾馆的数字 那些真的是宾馆 那些就不归立这个数字里面 所以你要看到酒店的数字 不是真的很多 如果加上宾馆的那些是几千 几万 几万 但是只会说酒店 所以你看到过去的五年 由211到271 都相当不厉害 那将来会是怎样的 看多几年了 看多几年了 就从17年开始 看到2020年了 就由290 一直到325 你看到数字一直在增长 所以这也是一个好的讯息 告诉我们 要做酒店的行业 都是一个非常乐观的 可以考虑的行业 特别对于年轻的朋友 其实旅法局在香港 当然是一个法定机构 政府的 原来它为了推广香港的旅游业 它就在全世界 就已经设计了22个办事处 专门推广香港的旅游业 要香港成为一个出色的旅游城市 无论是政府的方面也好 或者是一些工年机构 社会的机构也好 是必须要一起想多些不同的方法 去搞一些活动 赛车、美酒、展览等等大型的活动 才可以吸引到 不论是从商来参观 或者是旅游来参观 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酒店究竟是什么呢? 这里的字很多 但是也很重要 所以我决定就是 描述了一些红色的重点 让大家提起一点点 其实酒店 你要假设自己是一个客人 去到酒店又如何呢? 其实去到酒店 入到酒店就有一个社会的缩影 怎样说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呢? 其实一间酒店里面 不讲不讲呢? 你们不知道原来 里面有很多功能 可以提供给员工工作 或者是提供给客人的服务 是多元化的 所以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是多姿多彩的 还有是有挑战性的 总括来说 其实酒店 你们猜一下 如果打工的 打工仔 做饮食 就有一个叫餐饮簿 是吧? 食有了 还有呢? 住 衣食住行里面 住就有了 绝对是吧? 有精美的房间 今天有食有住 做什么呢? 看乐的设施 对 有些娱乐设施 看乐设施 通常有些什么? 游啊水啊 健身啊 这些是其中一部分 如果大型的resource hotel 有打歌符 有快艇玩 都很精彩 刚才有住 还有食座 还有衣没说 衣都有的 还有他买衣 买衣 买衣也可以这么说的 商场里面有衣 但我们有酒店的什么 洗衣 烫衣服务 那又有衣 有衣 有吃 有住 痕有没有? 有的 通常第一时间 入到大堂 看到同事会帮你什么? 是啊 拿行李的痕 拿行李 其实他不只是 拿行李的痕 其实还有一个目的 其实客人想 有时订一下车 安排一些 应该问一下 哪里搭车会更方便 订一下酒店的客户车 其实痕也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衣食住行 也是在这个社会里面 所以客人的角度 和打工的角度 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正正反映到 这个行业的特质 还有会计部 还有采购部 还有工程部 都有的 所以起码有十多二十行 在这个酒店里面 是多元化的 所以你想着做酒店的同学们 你们要想一下 你不仅只是想着做餐务的 你还有其他专业可以去做 计算的专业也可以 然后采购的专业也可以 然后还有什么 人事的专业也可以 工程的 喜欢年轻一点 喜欢铁一下 铁一下 或者那方面也可以 所以是多元化的 大堂 前堂也可以 所以大家都知道 为什么他的社会会缩影 好了 因为整个酒店里面 就是一个大的社会 当我们 要迎接一些贵宾来的时候 大家会想 全世界的贵宾 都会进入酒店里面 所以你进去 你就会看到一个 环球性的面孔在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 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简介 就是一个酒店的简介 首先略略提过 你看到也有很多部门在里面 所以发展的空间 从家长的角度看 或者是同学的角度看 都会看到 这个是一个很多元化的行业 不是单单 我们只是 常常都记得 餐饮部 喝喝吃吃 或者是大堂部 拿行李 查一下 这么简单 你看到做了销售 做了一下 差不多时间 我想转去那些部门 可以吗 大集团当然会比较容易 只有一间酒店的机会可能较少 这是理所当然的 正常的现象 但是有很多部门可以走 有客户部 有收益部 人力资源部 人力资源部 饮食部 工程部 汇计部 会计部 发现原来也有很多部门 可以让同事选择 尤其是一些集团式的酒店 他们提供很多的方法 给同事的成长去发展 通常一个有规模的 例如一个集团形式的酒店 不是一间独立的酒店 那些福利是怎样呢 值得分享一点 第一个福利就是培训及发展机会 那些同学如果是可能读完DSE 跟着就是读酒店管理 那酒店管理读完之后跟着实习 跟着就去调 完了之后可能毕业就去做酒店 做酒店的时间 就不是说你进了酒店之后 你自由发展了 你自己搞定了 看你了 祝你好运了 不是这样的 是公司的集团酒店 是会有一个培训系统 包括可以自己自修 E20 或者我们和主管和同事 制定一个五年的计划 三年的计划 是有这个系统的 只需要同事觉得我想 他们就会有责任坐下和他研究 这个系统非常之好 不详细讲了 因为要讲不完 吃饭 吃饭 其实酒店一般大规模 大型的酒店 中大型的酒店 都有员工饭堂 高级一点 还可以去餐厅吃饭 是免费的 是公司提供的 花红 花红这个精彩 做酒店最开心的日子 就是每年 通常都是 过年之前 派花红的 除了正常的月薪人工之后 过去那两三年 平均 不讲一些特别另类酒店 平均的酒店市场 花红就会是 第一看业绩 第二看个人表现 一般来说两个多月 都逃不掉 两个多月 饮食优惠 当然在餐厅 有时候有些分店 好像我们的分店 有饮食优惠 有新假期 还是年假 高级一点 有些普通的同事 都不错的 一般都有十二天大假 一般都有十二天大假 员工活动 一定有的 越大的集团 就越是多的 不知为什么 所以有时间去玩 那些同事 为什么要让他们玩 不是真的想他们玩 玩当中 希望他们可以了解公司的文化 和了解更多 和同事大家互相了解更多 令到工作环境 气氛更加开心 这个很重要 洗堂服务 有制服穿 如果有些同事 穿自己洗装的时间 就有洗堂服务 是免费的 医疗 医疗 医疗方面也挺好的 普通的员工 普通看医生 看医生 看专科 都包的 当然有些有次数包 有些没有次数包 那些就不长谈了 但是医疗福利也挺好 住院也有 买卖给同事 整个公司都买了 所以晚休休的时间 都是一个很好的 不错的 宏观的福利 这个全球住房 我又分享我的体验 这是我做爱上其中的福利 全世界 我们周济集团 都超过五千间 所以我们有个员工优惠 一上网 你什么时候去旅行 打算去住房 那你就查一查 那间酒店有没有房 入住率 不是太高的 几天就有员工价钱 你猜一下住一晚是多少呢 最便宜 两百多元 两百多元 包括税 最便宜都是两百多元 最贵是一千多元 也有 施负区分 因为全世界五千多间 都会有很久住 好了,说完这个福利之后 这些活动 不要说太多了 有时整个集团都一起做 有时是酒店自己一起做 酒店是大型的酒店 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其中一个系统值得说 譬如我们走到集团 我们全世界五百多分店 但中央有一个系统 叫做IHG Future Leaders 叫做梦想支梯 这个梦想支梯 主要是给一些在职的同事 或者是一些大学毕业的同学 他想快点 在酒店里面发展得快点 他就可以申请 这个叫做梦想枯梯的管理培训生计划 简称叫做Magian Train E 但我们的集团的名字叫做这个 所以说当你读完酒店的管理科目 或者是在职的同事 他也可以申请 申请参加这个计划 会为期18至24个月 完成之后 就可以成为最少 都会成为一个督导级的管理人员 最少 这个计划在集团就会有 好了 说完这一部分之后 可能大家都有点心疑 心疑就是说 如果真的想做酒店的话 或者读酒店的话 我有什么条件才对呢 才更加合适呢 其实大家回顾一下 究竟自己是否这个性格 是否真的合作服务性行业呢 有善礼貌 乐于助人 适应各类的工作环境 思考也要快 有时候有些幽默 有些活力 仪表就是大方 笑容 学历是否需要很高 其实不是的 似乎你想做什么职位 一路做一路读又可以 读好了 接着才来做又可以 所以有不同职位 不同学历 有不同的机会 所以这个也是整体上 一个大的入职方向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再下去就讲一下 介绍我们这个州制集团 其实整个州制集团 我们有总共有 2、4、6、8、10 12个品牌 为什么圈住呢 12个品牌里面 有6个品牌 在大中华区 即是香港、澳门、台湾、内地 是比较多的 其他不圈的 就是欧洲那边 比较多些 大家先有个概念 很快就讲一讲 这个就是全世界版图 加上了 有欧洲、美洲、亚洲、大中华区 加上了 现在有5,500多间酒店 都是以州制酒店集团 一个酒店管理的公司 它自己有管理 或者是有叫Fentry 或者是自己的屋 自己的物业 都有的 加上了 现在有5,500多间 全球的 有不同品牌 有不同的数目 这个主要是大中华区 就不讲欧洲、美洲 大中华区 现在总数已经有超过300间酒店 在大中华区 包括香港、内地、台湾、澳门 里面有不同的品牌 很复杂的 原来州制当然是自己最高级的品牌 接着有皇冠、英迪假、佳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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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选、华日 加加文来有这么多品牌酒店 都是属于州制酒店集团里面的成员 大家有个概念 再缩紮一点 到了我们整个州制的文化 我们有个概念 有个核心文化的目标 就是成为客人、业主、员工 都是要做第一个人的 這也是我們的核心價值 我們對我們的員工有承諾的 我們的承諾包括四個東西 第一個承諾包括是 Room to have a great start Room to be involved Room to grow Room for you 其實我們有四個方向 整體就是照顧我們的同事 令到同事成長得快 第二,他們多些參與不同的工作 事務體驗也好 第三,要幫助他們成長 不是一生一世做那個位置 或者一生一世做那個職位就算了 要幫助他們成長 他們想做些甚麼 希望可以將他們的夢想成真 還有他們想自己還有甚麼要求 可以盡量配合他們的需要 這也是我們員工的承諾 香港居暫時有十間酒店 這裡已經有三間 周仔、金蕊和周仔的海見家福 跟著銅鑼灣的皇冠 九龍灣的 還有英迪格在灣仔 自選有銅鑼灣自選 王國自選 還有蘇豪自選 還有蘇豪自選這個品牌 還有一間準備在明年的第二季開 就是觀塘也有一間自選的假日 整體就是香港區的酒店的情況 這裏我想說多一點 究竟周制學院的計劃是怎樣 其實我們整個集團 我們就有一個制度 叫做周制學院制度 這個制度是全世界都在做的 那怎樣做呢 就是當我們發覺 有些的學府 有些酒店的學院 他們做得非常出色 在他們的課程裏面 是做酒店管理的 那麼我們當然要跟他們 合談開始 究竟我們跟我們整個集團 跟那個學院 怎樣有機會可以合作一起 合作用我們的資源 提供更加優質的訓練 給我們的學生和學員 這個也是我們這個計劃其中 一個重要的目的 正正我們跟香港公開大學 合作一個學院計劃 這個學院計劃 如果做了的話 在座的學生 即我們消失了學生 學院就會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跟我們的分店一起合作 給予一個更加好的訓練機會 以及更加好的體驗給我們的學生 令他們更加了解多 究竟酒店 一些重要的情況是怎樣 怎樣可以發展得好些 怎樣成真得快些 有這個概念 其實學院計劃 第一 我們會制定了一個發展的事業 給每個同學 這個發展事業 包括了幾個大的部門 不是各個部門 都一定會有的 大的部門 包括大堂部 這就是其中一個大堂部的例子 我們會發覺 多了一些學員來訓練 訓練完了之後 然後去找酒店工 找酒店工 第一 他們可能會在大堂 先做一個服務員 做完服務員之後 我們就有一個方法 給他們做一個主任 然後做一個副經理主管 然後再做一個經理 然後副經理 然後總監 其實就有這個法律 這個路徑就是 正正提供給同學 如果他們有興趣再想上 看著這個圖片 不代表他們升到 當然裡面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但是努力 並不只是學員 或者同事要付出 酒店也要付出的 也要幫人安排好的 那為什麼要幫人安排好呢 就是由於我們有這個學院的計劃 跟大學一起合作 去做 是由他訓練的時間 即未出來投身工作的時間 已經開始栽培這件事了 直至到他完成了學業了 真的決定再出來讀書的時間 他的法律就會走得更加快 因為他對我們的集團 已經有相當的認識 所以能夠走這個法律 就會走得更加出色 這個正正就是一個 涵折 為什麼我們會和大學 學府一起合作 去做呢 希望將一些DNA 將一些DNA 由你們訓練 來到我們酒店訓練 經由學校安排來訓練 開始 已經培養你們有這個DNA 一提到州地集團 核心管理就是這樣 我們管理模式就是這樣 從訓練開始已經提供給大家 那當然你畢業的時間 就更加容易 因為參加這些PWR的照片 更加快 那麼 學院計劃的發展規劃 這裡呢 也有一點介紹 就是說 這一部分 就安排一些學生 剛才說了 透過這個學院計劃 安排一些學生 就來到我們酒店 不同的品牌酒店去做訓練 做完訓練之後 然後呢 就一日做一日做 然後到日後 轉到長工之後 就會走這個PWR上 所以是有限接的 所以是必須的 如果做了學院計劃 我們的學生 我們會特別特別 就要去 照顧那些同學 所以這個計劃有一個好處 就是這樣 所以學校方 對我們也有要求 我們的學生 應該如何照顧得好些 如何讓其他酒店 安排不同些 是絕對有的 我們都有一系列的方法 是不同些的 一系列的方法 這裡又會提提 你看到原來這個 周濟學院計劃的架構 有什麼要求呢 原來這個 還未說完 重點是這幾件事 譬如看到 又要組織一些參觀 校園的宣傳的road show 又要跟學校一起做 又要組織學生 參觀酒店 又要安排 當地的酒店管理層 就要跟學校做一些教書 分享 好像我今天正正 我也是其中一個小小的部分 分享酒店業 其實那些教書 可能是酒店的總經理 可能是酒店的部門主管 說說銷售 說說財務 說說餐飲 都會這樣做 這樣就有些融入的計劃 這些都是一些要求 不能做 不止的 我們還有至少有十件事 是必須要安排好的 同學校和校方一起合作 去提供一個更加優質的安排給同學 所以這個主義 是一個小小的重點的例子 這也正正就是 大家要知道這個合作 對我們的同學 對我們的公司 對我們的學校 對我們的學校 究竟那個幫助有多大 還有一些訓練 我記得譬如說我們 會有一個系統 檢查同事學過什麼 檢查之後 檢查之後 便會登記 必須有十件事 一定學好 人簽名才行 然後我們又選一些特殊的 叫做Ambassador 代表校方和同學 代表校方和同學 去參加一些會 參加一些研討 一些講座 做Ambassador 對一些出色的學員 另外也有時候 叫出色學員 分享不同的地方 分享一些成功故事 給其他朋友 還有一件事也不錯 是一個叫做教資助 這個教資助 是在大中華區辦的 當有些地區需要幫助 支援的時間 或者學生同學 想有些資助 或者學生同學做得很出色 又想拿一些資助 也有這個計劃 透過我們州制集團 這個學員計劃 就有資助給學生 無論是經濟上也好 或者是推動鼓勵也好 都有這個計劃在裏面 都是不錯的 這個就是挑選一些學生的要求 學生一定是在讀幾個同學才行 讀幾個同學才行 就可以申請這個學生 完了整個州制的訓練之後 就是學院計劃之後 包括學校讀完書 我們訓練就完了 那麼我們州制這個系統 都會有一個頒獎典禮 安排給我們的學員 跟校方一起合作做 基本上我們想分享 今天那幾個重點都齊了 等等 各自的學員 都會教你 每次我們到達的時候